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有消息傳出 原來瑪嘉烈醫院和東區醫院 分別有病房的護士集體請假 說明要速請特區政府封關 從源頭來阻截母肺 侵入本港 到底這班醫護人員是怎樣說呢 他們就說不滿特區政府的控疫防疫措施滯後 甚至比澳門更加落後 他們就說 等到湖北暫停交通才禁止湖北人入境 完全是沒有意義 其中一名護士還表明 他的病房有三分之一的同事都說 一旦是抽中生死醜要去服侍這些母肺病人 就會請辭 因為特區政府有問題才會這樣做 而另外一些護士又怎樣說呢 他們就說 不是因為怕死 而是想逼特區政府做些事情 以前沙士仍然服務香港人 為什麼現在就要用條命服務大陸人呢 還有護士就說到 明白照顧病人是他們的天職 但是實在是不值得為特區政府白白送命 我相信上述醫護人員的言論 其實都代表了相當一部份的醫護人員的心聲 自自昨晚的資料就顯示得出 已經有超過15000名的公家醫院醫護人員 就已經是加入了新工會醫管局員工連線 換言之 這個工會已經有超過兩成的職員加入了 而且陸續還有新的人士加入 這個工會當然就已經成為了一股強而有力的新力量 昨天這個記者會當中 陳肇始局長更加是沙塞 說了那些非常肉麻骨臂的廢話 就說要跟這班醫護人員同在 當然這些廢話就相當廉價 他自己就在政府總部開記者會 那些前線的醫護人員就在醫院那裏 奮力搏鬥 每一天上班都要蒙受著武肺的風險 所以哪有醫護人員 會聽你這些陳肇始局長的甜言蜜語腦 真是 我的立場又怎樣呢 我當然是全力支持醫護人員所有的決定 包括採取工業行動的決定 因為我都說過很多次 沒有人應該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 而去冒上性命危險 更加就沒有理由要醫護人員送頭 圍著你這個武肺來埋單 完全是不公義和不公平 特區政府到目前這一刻為止 當然繼續是消極不作為 昨晚搞假封關真 然後宣布公務員 所謂在家工作 誰知有些公務員向媒體投訴 這個所謂在家工作 是穩固的 其中一名在海關 從事民職的公務員就對蘋果記者說到 由於政府的電腦系統僵化 幾乎所有工序都要使用 寫字樓的電腦才可以完成 根本是沒有法子 在家上網處理 所以他的上司 仍然要求員工輪流回到寫字樓工作 他批評林鄭 說就說得好聽 什麼home office 結果他們又是要回到寫字樓 這當然跟特區政府的失誤有關 其實鄰近地區 很多都是要求 放假放到下星期 甚至连偉大的祖國都說要下星期一才是春節假期完結 為何特區政府 在這一刻又不引用緊急法來宣布 要將春節假期延長到下星期一 你應做的就不去做 禁榮面法就禁了 結果昨天整班行政長官司局長 全部都戴口罩 整班廢柴 禁榮面法 被CNN都處理 今天人家出了一篇報導 自己立這個禁榮面法 自己又蒙了一份 整班廢柴 你以為這班特區官員不怕死嗎 是不是 根據澳門的宣布 人家的公務員 延遲至下星期一才上班 這些就是得正 不要說經常人家有的比較 整個偉大組的兩個特別行政區 不找你和澳門比 找誰比 好了 還有廣東又怎樣呢 廣東省政府就通知了 除了特定的企業以外 各類企業的復工時間 不應該早過2月9日的凌晨 中小學幼兒院在2月17日之前不開學 而大專院校在2月24日之前不開學 這些完全是做得非常好的防控措施 特區政府經常說 這個疫情打到來了 正在做很多防疫控疫措施 為什麼你不把這個假期延長呢 實際今天很多在前線工作的員工 包括零售業 服務業的員工 還要上班 那些都是人 每個人的價值都是同等 你只顧自己 自己就在家工作 你這班廢柴高官根本上 就是不接地氣 你叫那些市民怎麼辦 雖然今天的市面很明顯 比往日的上班日 較為冷清 不管在車樓和人樓方面 都是少了很多 只不過你就應該顧及到所有的人 你就宣佈把春節假期延長到下個星期 依然有些人要上班 那些 就另外計算 另外補錢給他 補津貼給他 這件事你就選擇了 你不能當是普通的上班日子 現在你說要抗疫 抗你老母 你不要只顧自己 有時候特區政府的廢柴高官 而且你昨天的邱騰華局長 開過記者會 真的令人把幾火 經常跟口罩的供應商聯絡 跟供應商聯絡沒有用的 你有沒有跟零售商聯絡 現在的全城在搶口罩 今天年初五是正式的上班日 很多藥房、藥妝店、五金店就開門了 今天早上有我出門 所有藥房的口罩就已經沽清了 只不過 在開門之前 周圍都排隊 多少藥房、屈臣市、萬寧 是排隊 人們聽到哪裏有口罩 每個都排隊 而且排到百多二百人 不是一個區 每個區都益有回報 拍照 都是這樣的情況 告訴你為什麼 大家都準備要買多些口罩 就是對於特區政府的不信任 根本上就買不到 你經常說要確保市民要有供應 你知不知道有些市民現在在家 根本上是用回自己用剩的口罩 差不多用到沒有了 買又買不到 那怎麼辦 所有實體店都買了 不要說口罩、眼罩都沒有了 特區政府什麼時候能確保供應 只是跟供應商說 你要跟零售那裏說 你們這些傢伙是否會施政 澳門政府也懂得跟藥房達成的協議 就是要求他們實施一個實名制 而且限購限價 這兩個措施根本上就是最好的 你就參考一下別人的做法 這些是做得非常好的 確保每一個市民 都有限量的供應 又不會買得多 又不會買得少 又不會沒得用 這個就是最好的 現在多少藥房 是團職、居期、投機、賭把 不單是藥房 有很多Instagram的網店 只是賣的酒精搓手也賣到天價 口罩也賣到天價 你想那些市民怎樣呢 為什麼要買口罩也要吃炒價 是不是 不要說實體店 甚至乎現在連網購 一有貨源出來 就已經馬上沽清 於是乎很多香港人 要去到外國的網店購買 但是很多網店都沒有國際的運送 怎麼辦 先送到一些所謂的集運倉 再送過來 那裡已經是廢時失事了 而且現在全球的口罩都在提升價錢 特區政府經常說在做事 你做了什麼出來給市民看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排隊 屌你林鄭月娥的老母 你不相信你自己下街聽民意吧 不要說藍絲、黃絲 全民在屌糟糕 在排隊 排過幾小時 排完之後 只有頭幾個人買到口罩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民間發生什麼事 這群特區政府的官員 每個人都會開白癡記者會 做白癡的施政措施 就以為你開始回應市民的訴求 你下區看看 微服出巡看看 是不是呀 戴著死人的面罩 不要被人看到你的樣子 走過被人指著你 屌老母 告訴你這些特區廢官 容官 不知所謂到極 到現在你都確保不到市民有一個口罩供應 麻煩你快點去做 這些措施 今天不單是口罩眼罩了 你搞什麼時候說確保了供應 今天就連瘡了 早期又說今天開始有供應 供應又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 雖然市民出街的頻率 比以往都低了很多 如非必要 大家都少了很多上街 但是每個人的家 起碼要有一兩盒的口罩來防身 這個武肺的疫情 也不知道會發展到什麼時候 根據港大的醫學院 他們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都說到這個疫情會到四月 是不是 特區政府一尾就說跟供應商聯絡了 這個星期開始就會翻貨有供應 供應到哪裡 做不到的事 不要下牌輕輕 你確保每一個市民 七百八十萬名的市民 都要有供應才行 不是排隊頭的幾個市買到 這樣叫有供應嗎 這節先說到這裡 祝各位益有身體健康 拜拜 拜拜